先上三道皮肤哪个更值得入手 众所周师 借此可评上三道新皮肤 分别是小转盘的六号树人 这套衣服之前讲过了 绝对有能力取代雪山精 成为海岛真正的老六 除去直兽外 小转盘的话 相对来说也比其他转盘实惠 有人一发就中 有人可能要打满12轮才能出 不过由于小转盘有点券返还玩法 所以一般来说 正常人400左右就能出 即便脸再黑 一个648也绝对能打住 然后是这个 中转盘彩装战机 虽然有入场动画 但整体效果一般 两个副套也不好看啊 唯独这个升级箱死尬 还说的过去的 不过中转盘爆率 懂的都懂啊 其次是三款直兽新皮肤 直接说重点 鞋子无法拆分替换 三个精灵系列皮肤 买一套八折 两套七折 三套打包直接六折 主套日免精灵性价比不高 因为发饰和衣服都不出彩 而且脖子上还没有项圈 其两款都自带的 我看了一下这三套 其实都不好看啊 也很难搭配 不建议入手 如果非要在这三款 鞋子里面八抠个 我建议选这个新骨精灵 但整体上升效果 其实也一般啊 主要是衣服条纹太多了 影响美观 如果去掉还能看 感觉这轮的直兽 还不如和平即使 失忆化狼系列 你们全呢